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带您看到是俄乌战场的杀戮九月正式启动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俄罗斯发动开战三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飞弹攻击 俄军集中火力攻击一所乌克兰军校 至少已经造成了51个人死亡 270多个人轻重伤 刚刚完训的战场兼兵可能遭到团灭了 而最新消息传出俄罗斯这一次的猛烈攻击 可能会让美国加速同意提供乌克兰AGM-158 这一款逆踪杀手我们说过 它是可以打到俄罗斯本土境内300公里 直接威胁30座的空军基地的 因此专家就极度担心 普丁出众手的这一波血清杀戮 会不会进一步触发核战 枪声四起 俄乌战争的战火在边境蔓延 这些身为乌克兰国际军团的车臣战士 在比尔哥罗德以及哈尔科夫边界作战 守住江土 但俄国的飞弹越过边界只攻哈尔科夫 大楼空袭后冒出火光 消防人驾起云梯车抢救 攻击的地点附近有一座游乐场 有许多孩童当时正在玩乐 一名14岁的女孩在空袭当中丧生 俄军宣称占领三个乌东村庄 持续推动战程 而在乌东的波克罗夫斯克战事告急 因为这边的第一道防线红军城遭遇重大打击 如果这几天没有办法守住 恐怕会失去整座城市 为了救波克罗夫斯克 乌克兰加强对俄国境内库尔斯克的攻势 炮弹从天而降 乌军尽管在库尔斯克州没有主要的进展 但加强力道主要就是希望 俄国把兵力从波克罗夫斯克调来这里 来一场唯位救赵 不过俄军不为所动 泽伦斯基在台下认真聆听简报 不过现在对他来说更雪上加霜的消息 是自家一架F-16战机最毁 纽约时报报导 乌军调查后发现可能是被自家的 爱国者飞弹物极导致 因此紧急将空军司令解职 泽伦斯基持续向西方国家喊话 要求解除远程武器的禁令 加强攻击的力道 而另外一方面 俄国总统普丁眼看战事取得进展 宣布下周将飞往蒙古国访问 不过蒙古是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国 遭到通气的普丁 声称自己一点都不怕被逮捕 不过要不要配合通气令 这个烫手生日恐怕还是得交给蒙古来决定 东西新闻综合报道 马老师会走到那一步吗 已经逼近那一步了 核战已经破绽媒节了 我真的很奇怪 各位观众 俄罗斯已经发射的树媒太空核弹 就是核弹卫星 已经发到太空上面 太空核弹 我们现在已经 俄罗斯有树媒太空核弹 在低空轨道上绕行了 这么严重的事情 没有什么关系 台湾没有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 只有一个国家紧张到万分 谁 美国 美国现在已经全面启动核战的准备 他看到现在已有太空核弹 在我们头上绕了 好 各位观众 你听我讲这件事情 现在核武战争已经到了绝命关头 普丁下令 9月30号以前 库斯科的乌克兰要赶走 但他赶不走 赶不走 他现在怎么办 他就狂轰猛炸乌克兰本土 我打得你 非测不可 我看我每天去搞你 好 这昨天各位看 俄罗斯空袭 基普旁边的一个城市 是 你晓得吗 目前已知 死了超过50人 受伤超过250人 太惨烈了 导播来看这张照片 我给大家看 这个是乌军 他们在训练所前面 是 欢乐 哇 举手欢乐的照片 看到没有 现在这一群人 有几个人还活的 因为在昨天的轰炸中 各位看 他们训练所变这个样子 训练所变这个样子 看到没有 这些学员 全部是训练所里面的学员 还欢乐的围造 好 古丁用这么凶狠残暴的手段 去打乌克兰的平民 包括医院 学校都没放过 就是要逼乌克兰 你给我从库斯科撤军 我就不这样做了 惹起了世界西方国家 非常生气跟愤怒 因此 美国正式宣布 我要提供你 JSSM 叫飞弹 我决定提供你了 好 各位观众 我讲的最简单 什么叫JSSM 除了核弹之外 它是世界上 传统炸弹里面最厉害的 传统炸弹最厉害的 它会松绑 让乌克兰去打吗 好 现在问题在这里 我送你 但是一定有限制你 你不能够用这个飞弹 去打俄罗斯本土 因为俄罗斯已经正式发出声明了 对 如果你给它的飞弹 有一枚攻击到俄罗斯 后果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你讲了三个非常 好 我等会再给你讲 那这个飞弹 它主要是空射 空打地的 对 那空射 空射现在乌克兰拿的飞弹 有一个问题 是 它的飞机要怎么link这个飞弹 是 它都是二系的 对 它都是米格啊 苏凯啊 对 你这个系统要全面更改 你才能link这个飞弹 才能发射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 美国不让你打 但是你以为乌克兰都会听话吗 它会不会悄悄打 它这个一敲敲打的话 那就麻烦 它可以攻击俄罗斯所有的目标 包括一个最重要目标 克林姆林宫 所以这一枚是打得到红场的 现在为什么我刚讲 恐怖恐怖恐怖 世界核弹破在眉睫 两个迹象 各位 看这个 这个真的是太恐怖了 这个是 路透社 独家 取得的卫星画面 这里老师帮我们画了五个红圈圈 什么意思 好 居然这是海燕 取役飞弹的基地 海燕 海燕要服役了 我告诉你 各位观众 我一定要跟你讲 海燕有多严重 这是海燕的发射平台 九个发射平台 每三个一组 三个一组 都用很厚很厚的围主体 把它围起来 一方面让你不能攻击它 一方面它万一自爆 海燕会自爆 一自爆毁三枚 另外六枚还活着 那红圈圈是什么 核弹头储存厂 天哪 海燕在这里 核弹头储存厂在这里 好 各位你知道海燕是全世界 天下最无敌的巡异飞弹 它哪里无敌了 因为它用核 它是核动力 它不是燃料 它叫这个小型核电厂 是它的引擎 飞行的核电厂 它的引擎就是核电厂 它用核能发电的 飞但一打出去 它飞不累的 它飞不累 它核能是它的燃料 它飞不累 第二 飞不累 第二 它爱怎么飞就怎么飞 没有什么低空高空 它可以全部全地空飞 第三个 它可以慢慢绕世界 不打下去 所以谁还在跟你什么 一万公里射程 两万公里射程 它可以一直飞 还没完 注意这五个是核弹投基地 对不对 它可以同时发射十二枚核弹 除了十二枚核弹打出去 你说我把它打掉 它本身就是一个核弹 那不是要毁灭吗 因为它的核动力 对 而且它一起飞开 就开始在污染 因为它不像我们一样 那个核电厂还有城增保护 是 那核动力是它的燃料 对 它就开始一路出去就一路污染 它本身就没核弹 你把它打下来 它整个都是核弹爆炸 好 海燕在2016年开始研发 你知道 这个俄罗斯 试射了13次 是 失败11次 对 成功两次 对 失败11次 一次是一起飞就爆炸 把五个核心的科学家 全部炸死了 是 一次掉到白海里面 掉到白海里面以后 一年后发觉 那个引擎还在放浮 真的是可怕 所以现在居然 注意这张照片 海燕居然成的一个基地 就在莫斯科以北 495公里的地方 是 好 各位 最严重的是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听得天下大乱 这是美国国防部 助理部长 他到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 去做听证会的 做证的时候 他说出什么 听证会问他说 众议员问他说 究竟会不会发生核战 他居然 今天动力讲一个消息 他说俄罗斯已经发射 太空核弹树枚枚 到太空中去了 太空核弹就是第一次被证实 被证实 他说美国已经正式向俄罗斯 送出正式的谴责 是 如果各位知道 太空核弹怎么样 它在上面一爆炸 所有的低轨道卫星 全部都下掉 都下掉 因为它会有电磁脉冲 是 砰一冲 对不起 低轨道 完全全部打 俄罗斯最恨的 就是马斯克的星链 星链就是低轨道的 因为乌克兰战争 对 就是靠马斯克的星链在上面 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它上了几枚上去 如果它一爆炸 对不起 第一个 包括台湾都会受影响 是 所有通信啊 电力啊 这些通通都要受到影响 那这世界就毁一半了呀 毁一半 海燕的基地图出来了 美国居然在国会证实 俄罗斯已经有卫星核弹 树枚飞到太空了 这已经是全世界大事了 现在你把普丁逼急了 我在太空核弹一引爆 全世界都受影响 我问你啊 所以你刚提到了四个字 叫做绝命关头 容不下一丝的误判 已经被推到了核战的边缘 美国有什么方法 让普丁不会误判呢 我告诉各位 美国核弹三体 浅射 陆射跟空射 那空射最厉害的 是美国天下无敌的B2 幽灵隐形重型轰炸机 这个B2 各位看 12架B2 联合大象起飞 飞给普丁看 这个太震撼了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震撼 我问你 考虑一下 美国有多少 现在有多少架B2 不知道 20架 20架而已 你听我讲 7架在维修 1架降落的时候损坏 是 所以8架是不能动的 对 12架是目前 它所有最大的战力 说哈在这里给你看了 而且我问 再考你一个 是 B2成绩以来 最多几架同时起飞 几架 8架 这是12架 破记录得多 而且12架 一起同时出动起飞 就告诉俄罗斯 我这12架 你知道可以带多少枚核弹吗 每一架可以带几枚 可以带16枚 12架可以带196枚 196枚 它同时发射出去的时候 它可以2亿3千万吨 那简直可以世界毁灭了 所以今天美国在这个关头 把12架B2 同时飞起来 就是给你看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各位 美国跑去修改 核弹运送投资规定 这有什么差吗 因为它本来 这个规定里面规定 核弹不能轻易运送的 会出事情的 会出事情的 只有重型轰炸机 才能带核弹 对 它修改以后 修改什么 说C-17运输机 也可以带核弹 这是运输机 运输机 那怎么改呢 因为它不可能把B2这些 给欧洲各国 欧洲各国有C-17 那可以丢核弹 对 丢战术性核弹 B611 这是小型战术性核弹 让欧洲各国 都有丢核弹能力 B611核弹 欧洲有没有 有 已经运输了 对 所以它这个 运输机可以丢核弹 其实美军 你看运输计划 早就有运输计划 运输计划是个什么计划 就是让运输机 可以丢炸弹 好 各位看 运输计划 现在西腰三洞 第一次 西腰三洞 我们也有西腰三洞 我们也有啊 第一次看来丢 丢炸弹下去 这托盘 西腰三洞丢下 第一次这在哪里 这在挪威 是 为什么选择挪威外 挪威不就是 悬在俄罗斯的一根刺吗 就是让欧洲各国 学习这个 他们现在应该训练 波兰已经会了 现在波兰已经会 用西腰三洞去丢炸弹 所以现在美国 就告诉我老师 我不只是B2 这种重型轮轮轮 算是有12架 我到处都有 各式各样的运输机 最后一件事 我跟你讲 美军现在居然 重新编列预算 各位看 他所有的核武基地 跟核武碉堡 全部用灰狼直升机 去保卉 就说我打核弹的时候 你万一先摧毁我 或者你派地面部队 我先回来 所以美国现在已经做了 万全的准备 全世界各国 还在 蒙蒙 蒙蒙中 我们头顶上 已经有太空核弹 在盘旋了 你觉得 它什么时候会爆炸 二无战场居然出现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被形容是 乌军始出的魔幻战术 你仔细看 树林里仿佛一个火人 沿线走过的地方 一路点火 烧出了这一条火龙阵 而同一个时间 F16进驻乌克兰以来 首度出现了 F16摇尾 击落了俄罗斯的苏凯 34的画面 苏凯飞行员 还被迫弹射逃生 杀戮九月 打到这个地方 我们更要带你看到 最大的变数 居然是这个国家 也是普丁 最招惹不起的铁拳 波兰 波兰管不住拳脚 会不会把北约 整个卷进战端 成为俄乌 最大的变数呢 进入九月 已经到了乌克兰的开雪日 但是炮弹 俄乌在战争 炮弹不会分离开雪 还是放暑假 在九月开雪当天 这个俄乌战场上的战火 能不会停歇 尤其看到你这个 一幕一幕的 这个烟尘士奇 都是经过俄罗斯的 这个无人机 以及它的巡异飞弹 至少二三十枚的这个飞弹 去攻击乌克兰 那乌克兰呢 有些妈妈带着小孩子 上一分钟听到了 这个防空警报 赶快带着女儿躲起来 九月开雪的第一天 还在打 是 下一秒钟 等这个防空警报 结束之后呢 才带着小孩赶快出门去上学 但你知道普丁 俄罗斯的这个总统 他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跑到了蒙古首都 乌兰巴托去访问了 跑去蒙古 他要去讨救兵啊 战略上要扩大的这个经济 跟紧密的这个合作啊 是 普丁跑到这个蒙古 你不要忘记 蒙古是ICC 就是罗马公约的签约国之一 俄罗斯打了乌克兰之后呢 ICC又下令 所有一百多个这个签约国啊 你都必须碰到普丁的话 如果去你的国家 你就要逮捕他 移送到这个荷兰海牙的这个 这个法庭去 在军队他已经被发布 国际通缉了哦 蒙古的确是你 这个ICC成员国 没错 但是他只有两个邦交国 一个俄罗斯 一个中国 而且他又是长期 是俄罗斯的赛罕了 他怎么会理你ICC呢 所以你看普丁到了 乌兰巴托去访问 蒙古国还盛大了这个 军礼欢迎 接待了这个普丁 所以你看到莫斯科怎么讲 完全不担心这个被通缉 还把普丁抓起来 这件事情你敢吗 而且他还说俄罗斯跟蒙古国 在这个普丁访问的 各个层面上面 有很好的沟通 气得乌克兰 当然说我要惩罚 这个蒙古国 但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 讨好蒙古跟中国呢 你不要忘记我刚刚说 俄罗斯的下面是蒙古 蒙古再过来就是中国 本来这边有一个输送管道 是西伯利亚力量 虚线的这个地方 你看到没有 这个准备要接通 从经过蒙古 接到中国 源源不绝的天然气 就可以卖到中国去了 是 这边叫做西伯利亚力量二号 是仅次于西伯利亚 原来我们就简称它 一号的输送管之后 想要开一个二号 接通这个到中国 经过蒙古国 那这个输送管线 全长3550公里 光是蒙古这一段呢 它就有900多公里 快1000公里在这里 那其实在中国方面的考虑之下 本来说2023年5月 决定延后这个落实 然后当时新方媒体就猜 中国跟俄罗斯已经瞧不拢 中国可能不想挺俄罗斯 也不是这样 俄罗斯自从跟这个乌克兰 开战之后呢 他输送往欧洲的这个 天然气管线 几乎都被炸断了 北溪一号二号 你看他也没办法再卖给欧洲啊 连输送往日本跟韩国的 也中断了 他唯一想要赚外汇 因为他一直打仗 打仗大炮一想黄金万里 就很花钱 他希望中国能够帮他 多买一些天然气嘛 那中国当然有压力 他不是不买 但是一下子不想买太多 但这个时候要经过 这个天然气管线 经过蒙古啊 当然本来不跟蒙古打招呼 现在当然要蒙古点头 而且蒙古跟他 我们一起合作 来卖给中国输往这个天然气嘛 所以才会把这三个国家 拉到紧密的关系啊 打这一场仗 要钱 要兵 要人 普丁到处去讨救兵 但是这一下我们看到会 影响俄乌战场 我刚刚一开场跟各位报告 最大的变数儼然浮现 而这个变数是普丁 最招惹不起的 北约最硬的拳头 波兰啊 没错啊 讲到北约和波兰 就不能不提到 我刚刚说俄罗斯在攻击乌克兰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飞弹 他会越过乌克兰的上空 波兰的上空 要去攻击乌克兰 因为波兰跟乌克兰都在附近接壤的邻国啊 没错 六日我们说 普丁反攻杀红眼 打平民 打一般驻的商场 所有狂轰猛炸 那跟普丁什么关系 我打的是乌克兰啊 但你经过波兰的领空 波兰可以睁一只眼逼一只眼就算了 可是波兰的外交部长现在已经撂话 你再经过我的领空去打乌克兰 我就把你这个经过我波兰领空的飞弹给打下来 这个时候北约有点紧张 因为北约不想升高 态势跟俄罗斯直接正面为敌 我在后面帮乌克兰 乌克兰去打 我们提供他武器 提供他人 提供他钱就好了 我们干嘛 他整个北约撂进去 可是波兰不怕 你这样惹我 你以为是这个好惹的 所以俄罗斯惹到了这个波兰 波兰就说 我把它拦截之外 我可以把这个层级拉高 因为他说 这是我国内的宪法义务 你经过我领空就侵犯到我 这个高于北约的位阶 我当然可以拦你俄罗斯的飞弹 所以我们刚讲到了波兰这个国家 它是北约里面最硬的拳头 惹到他 为什么普丁会吃不完兜着走呢 因为普丁可能看到说 二战的时候 希特勒打他很好欺负 但是这不是当年的软市值了 波兰这几年增加了不少军备 这两年更是夸张 他已经开始跟美国签署了 有一口气要买全球 仅次于美国最多的96架 将近百架的AV-H64 攻击直升机 我们台湾也有 但数量没有那么多 大概只有他的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左右 没想到他成为全球 除了美国之外的 第二大使用国 而且不是只买攻击直升机 还一口气买了将近2000枚的 这个地狱火飞弹 460枚的AGM腰拐沟的 这个联合攻对地飞弹 这些都是波兰好像把这个军备 好像不用花钱 是像吃了大补丸 而且他之前跟韩国买了一堆军备 韩国美国还有欧洲其他国家 波兰的军事的装备 大大的提升 所以才会说 他已经不是当年的无下阿蒙 你俄罗斯敢惹他试试看 不止这样 波兰最强的这个战力 已经到达他们国家了 这个就是F35A F35A他未来陆陆续续 要接装30架 波兰甚至形容这个F35A 是他们新的部队 胜利军叫做 你看看这个画面太震撼了 这个在哪里啊 这一架是要给波兰的吗 这要给波兰 在美国的阿肯舍州 那完了之后呢 他要送到波兰去 那波兰把这个非常期待 他们形容为是他们的雨骑兵 或者叫义骑兵 雨骑兵是羽毛的羽 羽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当年18、19世纪 波兰他们在这个国家兴起的时候呢 他们有一种特种部队 特种部队他们身上 就会叠一根羽毛 象征是波兰最厉害的军事力量 他们的心锐 王牌 那现在F35A 如果结装成功 帮助波兰 波兰已经本来有很多F16了 F16他们又提供给乌克兰 那现在加上F35 我跟你讲 这样的军力可能令很多 包括我们台湾在内 看到的这些装备都会流口水啊 好 我们看到的是F35A 他能干嘛 记得 他可以连结的就是战术核武 原来波兰在想的是这一步 他很敢买 很敢打 他也不怕打 他就跟美国重点看 如果你需要一个部署战术核武的最前沿 就来我波兰啊 核武的确是俄罗斯比较害怕的竞技 也很讨厌的红线 但波兰也不怕 我就跨出去 他不怕整个祸上升耶 他认为说美国会答应他 F35啊 他是一艘一架逆中引擎的战机 尤其波兰跟美国之间 已经对于这个核武之间共享了 这个讨论一段时间了 那现在波兰也告诉美国 我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的这个战术 你就给我吧 你就说新的这个核弹B-61 它可以在这个空射型的 放在了这个B-61-13的 这个空寨式的核弹 装在了F35上面 每一枚的核弹的这个当量 大概在0.3吨到34万吨之间 你看威力有多大 由F35攜带发射出去的话 威力大概是当年二战 要结束之前几天的 广岛原爆的那个原子弹爆炸威力 24倍 24倍 所以如果再加上 我跟大家讲B-61 它有专地的功能 它是碉堡克星 那普丁不是之前传出来 莫斯科被这个 俄罗斯被那个乌克兰打进去之后 他躲到了碉堡吗 那碉堡就是专门对付金正恩 跟普丁你们这些人 躲到这个底下的这个基地去 它有专地弹啦 又再加上有核武 当然会 赫罗斯除了认为踩到阿红线 也要让你俄罗斯怕 好 我们今天晚上 接下来 镜票给大家看看 俄乌战场 我觉得今天晚上 最惊悚的两段画面 F16 不是普丁最大的恶梦 不是送了一批进乌克兰吗 居然立马立下战功了 这显然感觉好像电影 汤姆克兰斯在开这个战斗机一样 F16一直紧咬着苏凯散的四 结果苏凯散是不断的这个发射了这个 他的其他的这个弹药去干扰他 干扰弹 结果F16不受影响 一直去紧咬的 追尾着 咬着这个苏凯散的四 你继续冲 那往上飞的时候呢 当然他使出了这样一个高技术的这个动作 两边的飞行员都使尽全力啦 这个时候 F16还是发射了飞弹去击中了苏凯散的四 你怎么可能甩得过F16他是狗斗之王 所以这个空战传来的这个捷报 就算得上是乌克兰的F16第一起的空战 空优的胜利了 对 其实F16到了乌克兰手上之后呢 已经在乌克兰发挥了很大的空优 已经击弱了这个苏凯系列这个战斗机 还有他们的这个直升机好几架了 那这个画面很难得可以看到 好像电影当中的精彩画面一样 不只这样 其实乌克兰在面对这个 俄罗斯的时候 他甚至会想要出动他们的大杀器 大杀器 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看到第二段 我觉得跟电影拍出来的画面一样 来导播给我们看看这段画面 你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树林的现场 像是一个火人 践踏树林 走过的地方 大火狂烧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就像一个火炬人一样 从树林的另外一端 一直往树林的里面的 这个中间这样走过去 这个是旅乐记 旅乐记是什么东西 就有点像是白鳞蛋的极大层 那旅乐记其实撒下去的话 高温可以到2500到3000度 它所到之处 几乎都以为平地 错骨扬灰 对 没错 都会烧得殆尽 那乌克兰为什么要出动这个大杀器呢 他们又靠着无人机 沿着这个森林的林线 去撒这个旅乐记 那旅乐记只要滴一滴在这个装甲车 坦克的这个引擎盖上面 滴一滴呢 它就会让整个装甲车 整辆坦克陷入火海当中 熊熊大火燃烧到剩下一个骨架 各况它如果放到林线 林线只要躲任何一个俄罗斯的士兵在里面 旅乐记两三千度撒下去啊 你看连骨灰都找不到啦 所以不过给我们看到这段画面 就像是你形容那个火炬人 他走过的地方 挫骨扬灰寸草不生 我立刻想到了 像乌冬情话不是告急吗 俄罗斯普丁不是要从乌冬找破口 全力反击 你来踩我我也去踹你吗 这个就是可以非常有效用火炬人 阻挡普丁的俄罗斯大军 入侵的最佳利器 看起来也很可怕 所以当乌克兰不断地从北约和美国 拿到了这些武器装备之后 包括这些弹药 他对俄罗斯的部队就痛下杀手 希望能够让俄罗斯来着 一波又一波的震责 让俄罗斯的部队 你知道最好 你最好夹着尾巴赶快跑 如果再踏进乌克兰 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今天晚上持续关注俄乌战场 正在进行血腥九月的模式 普丁下达最后通牒 要逐退俄军 就剩下现在九月 最后一个月了 而俄军呢 现在更是决定相互毁灭 你来入侵我 我也反攻你 而且现在几乎到了杀红眼 就像俄罗斯的无人机 猎杀乌克兰平民 跟打电玩一样 非但甚至 直接攻击乌克兰的商场 而乌克兰呢 它发动了无人机雨 冲撞俄罗斯大楼 这让人立刻联想起 911的噩梦 普丁更怕的是下一步 乌克兰会不会去攻击克里米亚大桥 曾经成功炸桥的王牌飞行员 也在最近曝光 他会是普丁的最大噩梦吗 事实上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看到 乌克兰军队好像攻入了 这个所谓的俄罗斯里面 好像如入无人之境 但你真的以为俄罗斯是吃素的吗 我们先讲之前普丁不是已经讲说 战争如果今天开打的时候 很可能不是只局限在特定地区 现在北约的秘书长 史托腾伯格 他就跳出来讲 他说乌克兰入侵俄罗斯库斯克这个地区 他说这个叫做合法的 为什么 他说就他的了解 乌克兰是要建立起一个缓冲区 这个缓冲区是要避免战争再持续的过大 所以他说基辅拥有自卫权 不过这一个史托腾伯格 他也讲说 这个是乌克兰自发性的行为 他也没通知我 我也没有协助他做这个 攻打俄罗斯的这个动作 但我们就回来看 俄罗斯的军队 难道他真的完全没有战役吗 事实上没有 你看他最近连续打击了 哈尔克夫这个地区 事实上哈尔克夫也是乌克兰的第二大臣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居然被拍下来 有这个飞弹直接往 直直的往下 直接开罐 对 那结果呢 现在他当地的媒体就报道说 这个是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 那个弹道飞弹 他在8月30号的时候 居然俄罗斯进行大量的轰炸 等一下 这一栋建筑 这是什么样的建筑呢 好 事实上这是一个商场 而且他不只是攻击商场 你知道吗 他甚至对其他地方 也用一到四枚 不等的这个所谓的 伊斯坎德尔飞弹 就持续地这个进行攻击 而且你知道吗 现在就讲说 俄罗斯对这个地方 大概有进行了十次这样的攻击 甚至因为他那个打下来 这个爆炸波有没有 连在这么远拍摄的人 他们都感觉到 那个爆炸的威力 好 这个就是告诉你 血腥九月的这个俄乌战场 已经进入了相互毁灭的模式 今天你要入侵我 俄罗斯一直杀到了整个 这个我们看到的 莫斯科的近郊 我就去打你的乌冬 打到真的是已经军民不分 无差别猎杀了 而且现在看起来俄罗斯军队 其实他也不是乱打 你知道吗 因为作战手中补给 你今天乌克兰的军队 越往俄罗斯的境内深入的时候 你的补给线会拉得越长 结果现在俄罗斯军队 他们居然聚集在 那个红军村这个地方 红军村我们稍微先提一下 因为它是整个乌东铁路的 一个重要的节点 那过去呢 这个乌克兰的军队 他们进行补给的时候 这个节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补给站 结果后来发现到说 俄罗斯军队居然聚集在这里 你知道如果他今天真的把 这个所谓的红军村这个地方 打下来由俄罗斯军队来 握有这个所谓的主导权的话 他可能会让乌克兰公路 这个库斯克的军队 就失去了后援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过去我们看到在乌东战场这一块 你很有可能顿内之客地区 也会变成通通在俄罗斯军队的手中 所以现在乌克兰人民 也很多人就开始就觉得说 我今天把战线拉到这么长 打到俄罗斯里面去 感觉上国际好像觉得说乌克兰好棒 但你的后方失守的这个状况 其实可能对于乌克兰来讲 才是一个大的危机 站在乌克兰的角度 你对我的平民如此的 无差别猎杀 那他要以牙还牙 我们真的很担心 这样子的恶意堆叠下去 怎么收拾 事实上你看到 所有的战争 当你开始以敌人的 这个平民为目标的时候 大概都要引述一个 就是说我让你的内部产生恐慌 那你的民众 其实就会对你的政府 来进行施压 那你可以看到 俄罗斯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乌克兰军队事实上也是啊 他们在最近出动大量的无人机 而且都是用低空的方式 他避开你的这个所谓的防空系统 然后去攻击你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这个爆炸声音是什么 是俄罗斯的这个 在乌克兰的这个所谓的无人机 被俄军的这个系统给击落完了之后 你知道吗 他们其实最担忧的是 这些无人机上面 可能都带有所谓的这个高爆的弹药 因为他整个他出动将近160架的无人机 去袭击啊别尔哥罗德 跟其他俄罗斯边境的这个地区 所以这个就是无人机鱼 你可以打掉我一架两架十架 剩下的如果漏网之鱼 一掉下去就像这样了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他掉下去之后 产生还有二次的这个爆炸 所以你这些无人机 看起来其实都是具有军事攻击 这样的一个用作 而且再来就是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这个其实乌克兰军队也掌握了 俄罗斯军队 他们比较大量的这个叫油库啊 也就是乙链油厂跟发电厂这种东西 那结果乌克兰军队 他们就用大规模的无人机去进行袭击 你的防空系统能打掉我多少架 我只要有漏网之鱼 能够攻击你的目标的时候 他居然就造成这个大规模的 这样一个火灾的一个情况 那你可以看到 他们其实去锁定了 这个俄罗斯这边有个叫阿特拉斯油库 这个地方他们原先有六个石油槽 但你现在看到乌克兰军队 透过无人机去攻击完了之后 所引起的这个漫天的火光 当地的媒体报道说 这个大火烧了六天都没有办法烧完 你知道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 现在战争其实老实讲 已经不是以敌人军队作为目标 都以所谓的民生重要物资 甚至是以一般的民众 作为他们的无差别攻击 接下来人就要在我们看到了这个现场 大家必须深呼吸 你才可以看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需要深呼吸 它居然让我们联想到911的噩梦 而且这样的噩梦 事实上也凸显了出了 这个所谓的战争非常非常的残酷 那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俄军也出动这个所谓无人机 那它其实针对的就是 一栋俄罗斯的这个大厦 你知道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面 这样去攻击这个大厦之后 在这个地方就引起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火 那当地的民众其实就发现到说 这个不是跟之前 美国遭遇到这个911恐怖攻击 是有关系 而且你看大楼里面 现在俄罗斯这个媒体就讲说 我这里面都是一般平民百姓 我都是在正常上班 你怎么会去攻击我的这个大楼呢 但是它确实造成了 很多俄罗斯民众的恐慌 好 现在这一次的俄乌战场 刚刚仁俊提到了 乌克兰部队长驱直入 直接都要打到了莫斯科兵临城下 它有一个短板跟软肋 就是它的整个补给间拉很长 嘟嘟好 普帝也有这一条软肋 就是克里米亚 现在最大的噩梦是 乌军会不会炸掉克里米亚大桥啊 在过去 乌克兰很大的一个政治上的诉求 就是你俄罗斯军队除了要撤出乌克兰之外 你要把所谓的克里米亚还给我 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俄罗斯在这个态度 也踩得非常非常的硬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居然俄罗斯军队在这个地方 部署了铠甲S1M的这样一个防空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发现到说 乌克兰似乎把这个所谓的 科次海峡大桥 当成他们主要攻击的目标 那过去大家看到 克里米亚其实是一个半岛的地形 那对外的联络道路呢 事实上这一座桥 就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如果呢 乌克兰军队觉得就是说 好吧 那我既然你不还我 那我就封锁你 如果炸了这座桥的时候 克里米亚很可能对于俄罗斯来讲 它就变成孤岛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俄罗斯的军队 赶快把它这个所谓的 铠甲S1M的这个防空系统 部署到这个所谓的桥面上面来 那我们过去也可以看得到说 包含到黑海舰队的 这个卡二九的这个直升机 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呢也都发现到说 他们出现在克里米亚的 这个周边的堤防这边 进行这个巡逻 他在巡逻什么 这里有战事吗 这边有任何的蠢洞 没有啊 事实上呢现在已经不是说 有没有战事的问题 因为在这一次俄乌战争里面 大家发现到无人机啊 才是最大的魔鬼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也传说来讲说 事实上这个卡二九的 这个所谓的直升机啊 它其实真正在巡逻 是避免有所谓的这个无人机啊 飞到克里米亚这个地方啊 去对克里米亚来进行攻击啊 你刚刚提到的无人机 其实这一次打到九月 俄乌战场最大的魔鬼 这个心魔不只眼睛看得到的战场 也存在普丁的心里面 因为对于普丁来讲 外界都非常高度关注他的这个动态 那你想想看 如果他今天出门的话 很多人也会觉得说 如果你的行踪 这个被乌克兰军队给掌握的话 会不会对你产生威胁 所以最近啊 这个俄罗斯媒体也发现到说 当普丁的车队出动了 有出来的时候 居然啊 在画面上面这个米8的所谓的直升机啊 就陪着他的这个所谓的车队 陪同他一起 而且你看画面不是只有一架啊 他居然有两架到三架的 这个所谓的米8直升机啊 陪着一起来进行这个巡逻 需要这样吗 零空空中掩护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现在有太多的这个无人机啊 事实上他不是只负责侦查的功用而已 他其实也负责啊 所谓的游荡炸药的一个功能 所以呢对于这些直升机来讲 他为什么必须在空中进行护卫 因为这个 如果你现在要采用无人机来进行攻击的话 他的攻击点真的会是四面八方啊 好当无人机变成双方的最大的魔鬼的时候 怎么挡下无人机 置敌先机就显得决战关键了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从南没有touch过这支神秘的花木兰部队 藏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羽的后面 他们是谁啊 其实战争打到越后面 你就会发现到啊 真正如果要打持久战的时候就必须要全民动员 那过去大家看到都是乌克兰军队里面 男生上战场或者有极少数的女性 结果没有想到乌克兰居然有一个神秘军队 是由女性组成的 因为他们白天的时候呢 都在他们这个正常的工作岗位上面工作 可是他们到了晚上的时候 居然就到了战场上面 去担任所谓的防空机将手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们操作的这个武器事实上跟正规军队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他们其实啊透过这个晚上的时候呢 因为你这个所谓的白天啊 你的这些所谓的士兵可能也需要休息啊 或轮房的时候 这些女性啊居然啊 他们就开始啊收集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情资的系统 而且呢单任机枪的时候 是如果我今天看到有无人机接近的时候 他们就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机枪啊 把他给打下来 那有一个女性还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啊 他确实他也不喜欢发生这种事情 可是我要保卫自己的国家 而且他说啊 他曾经击落了89架的这个无人机啊 那你想想看 他可以击落89架 代表是其实有更多不知道几倍数的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啊 在这一段时间一直在侵袭所谓的乌克兰的这样一个领控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女性在战场上面的时候 那大家会很好奇 他的飞官呢 他的空军 乌克兰的空军现在不是讲说获得F-16吗 结果呢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大家才发现到乌克兰啊 他在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改正研的工程 真的超乎很多人的预期之外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呢 过去啊 乌克兰所使用的武器系统都是属于二字的 但是当你每系的战机飞过来的时候 或每次武器过来的时候 基本上会有系统不相容的这个问题 结果发现乌克兰那个所谓的第40战术航空旅啊 他们真的非常厉害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居然能够把每次的这个所谓的武器系统啊 安装到二字的飞机上面去 你这开始通用的时候就代表是我任何飞机 我只要有飞行员能飞 我就有办法操作来自各国的这个武器你知道吗 所以呢他们居然用米格29啊 能够去这个搭载这个JADM 这个所谓的那个精准导引的这个炸弹 而且你知道最远的射程是有到72公里左右 所以当我的二字战机可以把美系的西方的系统的飞弹 挂载上空的话就可以大规模大范围的杀敌 可是你也要一个飞速武艺高强的飞行员啊 所以呢这里面就会变成像宣传战一样 你知道告诉大家讲说我们有好棒的这个飞行员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事实上这个是乌克兰啊 公认的叫做王牌飞官啊 因为呢他被号称叫做无人击杀手 他之前在库斯克这个地区的时候 曾经用GPU62的精灵导引炸弹 去炸毁一个桥梁 而且呢事实上他在过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也曾经有因为这样子而被击弱 你知道受了重伤 但问题是呢 他那时候受伤之后啊 他居然还自拍了一张照片 当然他的满脸上面都有这个所谓的战争 所造成的这个受伤的一个痕迹 可是呢他透过这个照片还比了一个大拇指 告诉大家讲说其实我还见诈 那你知道吗 当他这个照片出来的时候 引起乌克兰军队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你知道甚至连泽伦斯基都接见他 而且颁给他勋章啊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你可以看到 这个王牌飞官的这个影像又再出现了 那代表什么 乌克兰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去鼓舞他的民心士气啊 关注二五战场 我们看到乌克兰乘胜追击 美军提供了这个战场杀器 让普丁这下真做不住了 上千枚精准打击 可以展现天女散花大面积杀伤力的 ATMS战术飞弹 一枚飞弹过去 上百名俄军灰飞烟灭啊 逼着俄军90%的军机 后撤后撤再后撤 撤到了射程之外 成功大幅压缩了俄军的作战众生 普丁当然想如法炮制 乌克兰的无人机遇 可是他发动了 他却闯不过 乌克兰改装冷战直升机的 空中炮艇 这下恼羞成怒的普丁怎么办 他开始准备 无差别猎杀 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吗 想在十月 把乌军通通赶出去 难了 俄战争达到现在 俄罗斯现在可以说是父辈受敌 而且是被南北夹击 为什么 我们晓得北边的库斯科州 现在已经被乌克兰占领了 你就连美国的CIA都出来讲话 说俄罗斯想要夺回 被乌克兰占领的土地 难啊困兽之斗 那我刚才说到南 还有另外一个叫南边的南 因为南边呢 它有好多的州 它的油库 管你是汽油的油库 还是柴油油库 通通被炸 你看我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 这个是他们罗斯托夫地区的 最新被乌克兰 无人机轰炸的画面 那个油库这样烧起来 虽然当地的州长讲说 我们的损失其实 没有人员的伤亡 然后呢 就是几个油库 有烧起来而已 几个这个 除油槽有烧起来而已 但你看那个火势 你有想过 除油槽一旦烧起来 它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吗 它根本烧不完 我们讲的这个 野火连天永远烧不完 你知道之前 这个州就是罗斯托夫州 之前才有一个柴油油库 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给轰炸 烧了十天 甚至有人说烧起来都还没烧完 那你现在又被炸一个 你说好像没事一样 结果呢 结果现在有人就讲说 你这个除油槽 好像是国营的阿特拉斯石油 你知道阿特拉斯石油 再有什么重要的地位吗 也就是说 其实俄军他在演习期间 他们的演习的这些军武 所需要的燃料 都是由阿特拉斯石油 现在被你炸成这样 再来 你现在前方战事又吃紧 你现在又缺油 所以为什么 柯恩才会讲说 你现在是不是 仿佛是在做困兽之斗 所以你看到我们讲到了 打仗要粮草 直接打七寸 这个就是你的油料 那打仗粮草 要不要粮食 要粮食啊 乌军现在要赏 俄军吃面包 你别吞啊 这会要你的命啊 这面包可不能乱吃啊 这个面包其实原来是一个 我们说搭载远程火箭的无人机啊 它绰号叫圆面包 那个乌克兰语有点难念啊 叫Panesthesia 为什么这个字那么难念 这不是我说难念 乌克兰来说这个字 本来就很难念 所以当时这个字 Panesthesia 是要用来形容说 那些俄国的可疑人士抓到了 他们就给他取名 叫Panesthesia 现在呢 直接把他们的原面包 远程火箭无人机取名这个名字 不就是在暗示以后你俄罗斯 只要有可疑的地方 那些所谓美军提供给我A10 我打不到的 我就用这个打 来我们想想一下 美国给A10是300公里 然后还跟你讲说250个重要军事目标 你只能打20个 好啦 你是 实际你会怎么想 你给我A10很好用 对不对 陆军战术飞弹 但250只能打20个 那还有230个打不到 没关系 我蚂蚁打大象 我还有那些小型的无人机FPV 我可以去轰你油库 我还有一个 我进行公布新型的远程无人机 叫原面包 我可以打700公里之外 你是补丁 你不是如座的增灾 你是补丁 你睡得好觉吗 坐不住啦 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一个灵魂的扣问 为什么俄罗斯 我跟束手在那边让你挨打一样 怎么我就挨轰 让你乌克兰的无人机 随便看哪里打哪里 我都拦不下来啊 你们不是说你们俄国 有一个叫蓝宝石反无人机电站系统 你知道无人机 蓝宝石电站系统讲白一点 就是你所有乌克兰的 这些无人机我都侦测得出来 我还可以侦测出来说 你是飞机还是无人机 我还可以侦测出来 你是无人机是哪个机型 我还可以侦测出来 你的无人机大小 那有啊 很厉害啊 对 结果很厉害 现在马上被打脸啊 为什么呢 你看它号称能在5公里内 探测反制无人机 哪怕小到250公克的微型无人机 或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的 900公克的FB无人机 那500公里你既然都能反制 请问刚刚那个油库是怎么被轰的 对不对 再来我刚才说的那个直升机 是怎么被轰的 再来你们俄罗斯之前 还有一台无人的侦察机 也被人家FB给轰下来 又是怎么被轰的 你这蓝宝时间落差 守不住已经挂不住面子的钟伯 现在更让普丁睡不好觉 坐不着椅子的是美国 居然F16进去乌克兰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送进了这一批大杀器 就不过你看这个画面 对 它怎么这么多个弹槽点 你不应该是只有一个弹槽点而已吗 是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ATEMS的陆军战术飞弹 它有点像是植母弹 它打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遍地开花 所以人家才会讲说 为什么ATEMS它的战术飞弹 它的打击虽然只有300公里远 但是它的腹地很广 这是普丁所最害怕的 那也是美军设下防火墙 说你最多250个只能打20个 那你觉得美国送进来1000枚 ATEMS就够了吗 泽伦斯基说不够 不过怎么办 自己要吃 自己照 是 我跟你讲 其实无人机在火箭在飞弹去打击 虽然固然好用又便宜 但是毕竟刚刚我说了 俄军也是有防空系统的 也有说蓝宝石的电站系统 所以你不可能永远都只靠无人机 你终究还是要有发射车 你终究还是要有一些弹道飞弹 那因为ATEMS美军已经设下了 重重的限制 泽伦斯基也很聪明 那我就自己来研发嘛 它研发的这个短程弹道飞弹 至今没有取名 不过根据我们所公布的掌握的画面 他们怀疑很可能是在2018年 乌克兰就已经秘密在研发的 叫做有准的战术飞弹 这有准战术飞弹呢 一样喔 它的射程呢 是4到500 也就是说我们的短程 但是也已经比刚才ATEMS的距离 又多出1到200了 它搭载了是500磅的弹头 所以一旦乌克兰真的当时将 到时候能够将这个秘密武器推上战场 再配合ATEMS 再配合无人机的话 我觉得俄罗斯真的会如美国中群体所讲 是困兽之斗 但我就问了 普丁什么个性的人 他就这么样困兽之斗 任你打吗 怎么可能 当然普丁也不是吃素也不是塑嘎 所以普丁在这4天之内三度空袭乌克兰 乌克兰就有实况主他在直播 结果直播当中 你看到他突然仓王的秒脱耳机 他在玩嘛 右上角 你看一下他的表情 你看一下他的动作 有没有 他突然 犯什么事情 不是地震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俄罗斯所发动的这个 飞弹攻击 他预袭了 对 遭到俄罗斯飞弹的袭击 那如果你是乌克兰你该怎么做 这些飞弹这些无人机打过来 如果你的防空系统没有成功 完全拦截到百分之百 七十只拦截到六十嘛 这时候你还是要出动传统的空军 空军的飞行舰额开着F-16 F-16之前美国他已经是军援乌克兰五架了 结果现在呢 在这次有没有建功 有 但问题是五架现在传出掉了一架 所以说目前只剩五架 才进去多久而已 就掉了第一架呀 对没有错 那这一架呢 目前没有办法证实说 它是被俄罗斯击落的呢 还是说它是因为操作不当 但是我讲 如果假设真的是操作不当 你就知道飞行员的可贵 你就知道为什么泽伦斯基 他要去用无人机 但你终究战争 不可能只靠无人机 你还是要靠飞官 能飞的都飞 不止F-16 飞到现在只剩五架 吴军他还用米格24 用机炮击落了一架二星的雪黑 E36的自杀无人机 等等 这个不是冷战时期 老扣扣阿公级的吗 阿公你也要出动啊 对不对 你不能只靠儿子去打 你看喔 防空系统 击落无人机 然后F-16 也去击落无人机 再看现在的米格24 用机枪去击落无人机 你有没有觉得真的好像 好像穿越时空瓶金时空 有最新的武器 有最新的无人机 也有这个攻击的 没办法 我就是倾囊而出能打的 都跟你俄罗斯拼了 我公布另外一个画面 它的F-16 无人机极落俄罗斯的 ZARA Z-20 这画面真的很精彩 你看到没 有没有 那个散 我定格 散的那个画面 有没有看到 爆打掉了 爆打掉了 哇 超级的下试队上试 你有没有觉得 现在普丁真的是烧钱啊 真的是烧到 所以被逼到墙角的普丁 最后为了亚工 他们就出什么 疯狂的举动啊 我告诉你 因为不是只有你会无人机 我俄罗斯也会无人机啊 他们就是从乌克兰 这一次的俄乌战争当中 发现你乌克兰这样打好省钱啊 因为普丁真的是快没钱了 好 我也用无人机来 这个以卯之子还子之盾啊 俄罗斯可能训练无人机 猎杀乌克兰人 好 你看哦 这次呢 这个乌克兰的别里斯拉夫 就有大概150个平民 因为被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 这一样哦 你会发现 这是他所攻击的这些画面 又比我刚刚功夫的 再更市区 再更无辜老百姓受牵连了 你看被炸的那些车子 蹦一下然后跑出来是谁 也是这样啊 都是老百姓 也就是无差别攻击了 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打仗打到这个地方 我10月1号 普丁自己讲的 10月底之前 他一定要把所有的乌军赶出去 打到快没钱 他要去找钱来看看 他最近又出访这个国家 蒙古很多人打一个大问号 他居然甘于冒着 可能会被国际法庭通弃 抓走的风险 而走访蒙古 非去不可吗 其实普丁出访并不稀奇 你去哪边这个OK啊 但你去蒙古就让人家觉得很 为你捏把冷汗 你要知道 他是被全球通缉令下达的 结果你现在跑去蒙古 蒙古是国际刑事法院 规约缔约国 ICC缔约国 换句话说用白话讲 普丁如果到蒙古 蒙古更有车子 他是跟他抓起来的 那他居然去了 为什么去 来我们请钟伯 带我们来看进这张图 观众朋友 你看到俄罗斯在这个地方 蓝色的地方是蒙古 你有没有看到这条虚线 这条虚线做什么 这条虚线是运送天然气的管线 也是普丁的外汇生命线 他为了这条虚线而去了 对 这条虚线其实就是他的天然气管线 全长3550公里 普丁希望能够靠这条天然气的管线 他的工程叫做西伯利亚力量2号 真的很力量 因为他可以为他带来蒙古的收益 跟中国的收益 你想想看 我把天然气卖到蒙古去 我卖到中国去 那我只要把这管线都拉好拉满 蒙古你同意 中国你同意 那我以后就不办没钱了 对不对 但问题来了 中国其实也是很会看风向 你知道吗 中国之前在俄罗斯在这一开打的时候 他就直接把西伯利亚力量2号 Stop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中国也会算啊 顺盘打一打 他心里想 第一个你这样一直打下去你打到民国几年 第二个你现在一打恶务战争造成物价通膨上升 我建策成本也上升啊 问题是中国经济现在在下行 我哪用得到这么多天然气啊 对啊 自己经济都不保 然后我还要去建这些 不一定能够拿到你天然气的天然气 我也不一定有钱给你买天然气 所以你没有发现 现在各国都在角力 结果现在有一个国家 趁你命 要你命 谁 就是拜登 拜登想要在退位之前来个最后一搏 你知道最近传出他跟习近平可能未来几周会热线 热线要讲什么 有没有可能他在下任之前 他希望能够画下一个完美句点 完美的封锁自冷战时期 就跟美国四仇的俄罗斯 苏联俄罗斯 有没有可能这最后从十支战争 变成一场无形的外交角力战 无军入侵俄罗斯本土 今天讨论极为严肃的层面是 会不会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不是我们为言耸听 这个是俄罗斯的外长首度如此赤裸的说出 如果乌克兰开始使用西方提供的长城飞弹 打击到俄国本土 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不只有在欧洲 纽约时报更加码警告 俄罗斯正在北极测试这一款海燕核动力的巡异飞弹 贴地六米飞行 能在全球各个角落 长途飞行一个月的时间 这下谁该紧张 而普丁的心头大患是什么呢 F16 F16不只进驻了乌克兰 美国还要共享电战资讯 看哪里就打哪里 9月将会是改变历史的决断时刻 接下来会怎么演变 乌克兰现在很高兴地告诉全世界说 哇 他已经进入到俄罗斯的这个境内里面 而且没有人可以抵挡他 可是问题是乌克兰这样的一个做法 可能看在美国的眼里面 不见得跟你乌克兰是同进退了 现在美国这个金融时报居然报导就讲说 拜登已经对于乌克兰的部分进行的定调了 他的讲法是这样 如果帮助乌克兰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 拜登将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乌克兰 美国要放弃乌克兰了 自生自灭了吗 其实这个代表什么 你知道美国会希望这场战争 在美国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你说美国这个担忧是从哪里来的 你光看 乌克兰在最近的一段时间 一直希望说你西方国家 你提供我一个武器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只允许我对于边境的部分 进行我的防卫或这些 可是他希望你可以把这个长城飞弹 让我可以进攻俄罗斯的这个领土里面 可是对目前为止 西方世界包含美国英国都是拒绝的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其实已经提出了警告 他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他就讲说西方你现在 我们得到情之是你们在考虑放宽 乌克兰使用外国公益武器的限制 但是他说了一个 如果今天你放宽这个限制的话 第一个会让俄乌战争升级 而且再来是什么 俄罗斯现在正在重新整理 使用核武的原则 这个概念是什么你知道吗 原先俄罗斯的使用核武原则 就是说如果其他国家 有用核武去攻击我的时候 那我告诉你 我是没有什么考虑的空间 我是直接回击 但是俄罗斯现在警告说 如果你乌克兰用了这些 所谓西方武器的时候 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不止在欧洲 这个话中有话 意思是说今天如果你美国胆敢 提供这样的一个长城打击武器 我连美国我都打得到 那你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底气在哪里 现在说普丁 他们竟然研发了一个神秘的武器 叫做海燕核动力的这个飞弹 事实上海燕核动力飞弹 不是一个新的新闻 在过去就是讲说 俄罗斯在研发在研发 但是西方世界都认为说 你研发有一定的难度 为什么 因为你的核动力的部分 你要如何保持 就是说我常态性可以使用 结果现在俄罗斯方面说 他们研发成功的 这个所谓的风暴海燕飞弹 它的射程可以达到两万公里 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 过去我们看到像这种 所谓的核动力飞弹 通常打出去完了之后 就直接往目标 那个目标的这个目的地 它进行攻击 但是俄罗斯说 我这个飞弹打出去之后 可以低空绕地球很多天 意思是我变成一个 游荡弹药了你知道吗 那你如果在禁地的 这个轨道里面 这样绕行的时候 这代表是什么 第一个你能够持久的时间很长 第二个是你什么时候 要发动攻击不知道 所以他说它的弹道高度 大概是50到100公尺 还可以避开所谓的防空系统 那你要如果避开 这个防空系统的话 你的飞弹到时候 你今天要攻击任何地方 很有可能会让什么你知道 让你这个被攻击地的 防空武器 没有办法发挥 你的侦策的效果 那对俄罗斯来讲 这就是我的底气之一 所以走到了这一步 绝对是美国 最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从美国的角度 你乌克兰最好赶快 现在乘胜追击 速战速决 要不然把我们大家都 拖下去的话 没有人想要被海燕 核动力飞弹招呼 所以接下来乌克兰 会怎么样进行战事的推演呢 现在传出来说 泽伦斯基他倒是很有信心 你知道他说9月的时候 将会向美国递交一个胜利计划 意思就是什么 我告诉你这场战争 我有办法打赢 而且不是打赢而已 他感觉上就是直接 要往俄罗斯本土 还有他的内陆更深入 你知道 所以现在泽伦斯基 为什么希望援助国 能够开放远距离的攻击武器 而且乌克兰还告诉大家 讲说我不是只靠你 我也有自力更生 他说我已经成功测试了一款 国产的弹道飞弹 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今天西方世界 完全不管你俄罗斯 这个国防部的 这个所谓的威胁 他说我就决定开放的话 那这个会不会造成 俄罗斯的这个全境内 陷入到战争的危机呢 好 为了争取西方国家 能够提供更远程的打击 你的展现决心 跟不怕死的勇气 他做了什么样的示范 让全世界看 其实你光看 乌克兰在原先 这个所谓俄乌战争的时候 我觉得他做的最棒的东西 是什么你知道 战力保存 因为你战力保存 不只是所谓的物质上面的保存 还有人力的这个保存 否则你有东西没有人开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乌克兰用他所获得的 这个所谓的M1 A1的这个装甲车 你看他居然去突袭俄军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以前听到什么 部战协同或什么的 但是乌克兰现在用的是什么 无人机跟所谓的坦克车的 所谓的基站协同 怎么样的基站 空中地面协同作战 他先用无人机 侦测我的目标物的位置 然后把这个坐标定位完了之后 通知他的地面的部队 所以你可以在刚刚的画面上面 所看到的是 他们的M1A1 在无人机的引导之下 居然去消灭了一批 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的 这个步兵式的装甲 那你知道 而且他这个消灭完了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是让无人机 不断地在这个地方定位 然后就引导着这个所谓的车 有没有 你的攻击的车辆 你的炮手 去攻击那个目标物 所以我们讲到了 乌克兰无人机很恐怖 它不只会杀你 它还可以扮演上帝之眼 也许你的卫星不够多 也许我没有星链 我有为数惊人的无人机 上面乌鸦不断地导引 空战协同 而且这个对俄罗斯来讲 乌克兰这样一个大要劲 超出他们想象之外 因为最传统的时候 乌克兰所用的都是 二制的武器系统 它的整个的军队的编制 事实上也跟俄罗斯 是非常相近的 可是它现在完全走美式 而且不只是训练走美式 它连装备都走美式 你看乌克兰军队 他们使用这个所谓的 海马斯的这个锁管火箭 他们现在也讲 就是说 好 你现在在我内陆的时候 我不能够记录到 这个所谓的 这个俄罗斯的太深入 但是我边境的部分 你看海马斯去攻击什么 你知道攻击俄罗斯在边境 里面所设置的这个训练场所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是非常精准的 往这个地方去轰炸 那在轰炸完的时候 老实讲 你这个训练场都被炸掉 你以后的人 你要在训练 要在内陆的部分训练完了之后 再送到前线 对于俄罗斯军队来讲 这当然不是一件好事 俄罗斯是不是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打怕了 侦察也可怕 自杀攻击也可怕 它怎么防 防不升防 好 事实上我们在这个防卫的概念里面 我们其实也会有近中远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俄罗斯有一个 凯甲S1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系统 但这个防空系统 基本上已经属于在这个防空系统里面 算是近距离的 也就是人家已经突破了 你最外层的防锁线到这里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俄罗斯居然在比较空旷的地方 开始建高台 你要建高台有个问题 因为容易被侦测到 通常都要隐蔽隐蔽的位置 但它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它不怕你侦测 可能是被打怕了 它把高台建立起来之后 你的雷达征收范围 事实上也比较广阔 而且原先凯甲S1的时候 他们本来是用什么 是用这个所谓的机炮的概念 现在也被发现到说 它有这个所谓的凯甲S1 已经开始部署 所谓的防空飞弹系统 就是要击落所谓的乌克兰 进入到它这个领土里面的无人机 好 在这一个敏感时刻 为什么我说9月会是可能 影响世界历史的决断时刻 因为10月普丁要把乌军打出境 可是9月乌军说 我要拿下大胜利 它再度展现了团灭 俄罗斯部队的 跟鬼魅般的一个杀戮 我们刚刚提到用无人机 确实因为它在高空飞行 你是很难去侦测到的 但问题是最近位在 这个克里米亚首都的 这个新飞罗波尔里面 居然有18名的恶军 在这个早上的时候被发现到说 他们离奇的身亡 而且你知道后面在调查的时候 发现到他们在睡梦中 被人家杀死的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刚刚就提到说 无人机不是飞弹就直接打吗 就发现不是 这18名的这个罹难者 居然都是被用刀子 直接给杀死 你知道吗 所以是人摸进去 我们讲的摸哨 把它摸掉团灭 怎么可能 你不是有所谓的 营区自己的防卫吗 是 所以到底是内部的人 做的事情 还是真的有人这样子闯进去 然后神不知鬼 不觉的杀掉18名的俄国军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还可以跑出来 那乌克兰怎么可能 这样子一高人胆大呢 现在就传出来讲说 是不是美国 事实上给予了实质的援助 不是只有仅现在武器的部分 会不会连人员的部分也进去了 其中有一个被提到 就是美军的101空降师 事实上101空降师 在过去的时候 被发现他的机动打击的能力 非常强 而且他可以快速的 把他这个所谓101空降师的人 投射到战场里面去 而且你知道在过去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 你空降师就是要嘛就吊伞 不然就是透过这个直升机 把人运载到地点 他说没有 他们最近都在开始使用 所谓的无人机 而且把这个无人机进行 征收完了之后 开始透过数据的链接 把资料传到后方去 再进行干嘛 你知道我就发射武器 这不就是刚刚吗 刚刚在乌克兰战场 你看看我们刚刚讲到的 无人机导引当上帝之眼 是 一模一样 而且他的这个无人机开始 有做比较精细的分别 比如说我的征收的部分 我就用小型的无人机 那我如果今天征收完毕之后 知道前方的敌情完了之后 我要进行轰炸或其他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就会用中大型的这样一个无人机 所以你会看到他整个战斗部队 事实上已经不再像是以前传统 要深入到敌境里面去 他也可以做这个远端打击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打法 手把手从101空降师交给了乌克兰 当然如果这样进去的时候 美国可能要承担一个风险 就是你派兵进去打仗 那对俄罗斯来讲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可是问题就回来 美军101空降师为什么这么有名 那个当时就在二战的时候 你知道二战的时候 美国那个时候不是选了 他们几个盟军的部分 不是选了诺曼蒂要进行登陆吗 其中有一个叫做犹他的海岸 事实上也是盟军大规模要登陆的地点 那个时候101空降师就被赋予一个任务 就是说在D-Day之前 你就必须要空降的方式 进入到德军占领的这个地方 所以你想想看 你要先进行渗透对不对 渗透到底后 你渗透到底后去之后 人家这个由他沙滩这边 一开始发动攻击的时候 你必须要想看 你要同时作战 你知道吗 他们那个时候率先进入到 这个所谓的德军占领地之外 而且独自奋战了33天 等到盟军进行行动的时候 他们才干嘛 你知道才一直撑着一直撑着 所以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惨烈的 一个叫做市场花园行动 德国用了这个所谓的 这个五个师的兵力 不断地去围剿 但是101空降师居然都还死守 所以你看到现在有很多 在讲二战的电影 都是以这个所谓101空降师 来作为背景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你知道他的快速的投射能力 其实非常非常强 按照他的机动能力的话 他的24小时之内 可以途径150公里左右 而且你知道吗 他现在这个途径完了之后 并不是说24小时完了之后 我就开始在那边休息 没有 他还能够继续往 把他的战力再持续地发挥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以他一个这个师的 作战的单位来讲 他居然能够达到 280公里这样一个作战范围 所以你想想看 像这样一个部队 如果到最后是 你俄罗斯现在开始说 你今天敢投入进来 我就跟你开战 美国如果觉得 我战争就在你 俄罗斯要发展之前 我愿意听你这个 责论司机的 那有没有可能 这个战场 可能真的就一触即发呢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 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发真相 生活 otras 尝不止 就是 我们这边设计 这边的 自己也设计 我这边的 别人 我没那么多好溜 我们更多 一个 是